今天是11月30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23分 我们来看下上午的盘面 三大指数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走势 那么目前是微跌的状态 那接下来该怎么走 这个位置是该减仓还是该加仓 题材表现不佳 然后房地产冲高回落 接下来这个市场的核心焦点又在哪里 如果大家对当前盘面热点把握不住的仔细听 这是上阵的一个分时图 出生的这个分时图 我觉得可以理解 昨天大涨后在这里震荡一下 是很正常的一个走势 大家看这里上涨的900多加 下跌的1100多加 明显的涨的少跌的多 对吧 目前这个盘面其实还是很健康的 什么意思 大家看这个K线 这K线整完没有 没整完 对不对 昨天放量上涨后 今天只是一个震荡 震荡后还有机会冲高 所以它的目标还没达成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逢低关注 逢低继续低息为宜 这是大家一定注意的 整个市场目前还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强势周期 这几天 大家没必要纠结 有低点可以去参与 当然如果你手中的票 急刹有低点 可以做个日内的踢 低买高卖 从技术方面来说 市场震荡的概率偏大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板块的一个情况 板块表现最好的是燃气 转基金汽车 整车房地产服务 总职业 供协社 大家是不是发现没有 昨天强势的 很明显的 国企改革 房地产金融 今天只有房地产 是吧 还在上涨 涨了两个多点 其他的表现就不加了 所以市场的板块 还是在轮动 大家在操作上面 尤其在追高上面 确实要注意 那像燃气 转基金汽车 这些能追吗 其实说真的 这些真不敢追 比如说燃气 今天突然一个放量大涨 明天再涨的话 它就面临高位的一个压力 可能你前排的核心的 还可以去看一下 后排跟风的 一旦风的压力过不去 冲高回落 对不对 那么又是高位站岗 高位接盘了 所以说 市场在轮动 大家手中的板块 如果你是人气板块 仍然可以逢低潜伏 等轮动冲高 对不对 那么汽车整车 这些也只是超低反弹 因为前期跌得太厉害了 对不对 这不调整 大家看一下 一路走低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 汽车这个位置 为什么涨 其实跟昨天晚上的一个利好 有一点关系 上面说新能源 对吧 要合并 对吧 有些的就是说 太砸了 你这个市场太混乱了 该合并的又合并 所以给了它一个利好 那么这里出现超低反弹 也是资金的一个高低切换 从高位的大权重 到了低位的下道板块 对吧 因为它比较调整的比较充分 出现了一个低位的低吸博弈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高低切换动作 所以大家逢低可以关注 前排核心的可以 这里就是超低反弹 追高的话 要谨慎 从今天整个旁边看 市场的焦点 还是集中在房地产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 后排 酒店餐饮 今天跌幅比较惨 对吧 昨天涨得最凶的 今天跌的最惨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大家在追高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尤其是昨天在这个高位 在这个位置 追高的朋友 今天一个低开 那你该怎么办 你要不要割肉 你不割吧 又怕它继续跌 你割了吧 它来个冲高 是吧 说不定又有机会去冲这个高位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 高位压力不要去追 低吸往下面刹 低点去潜伏 你就等轮动 等它的轮动冲高 你再考虑 考虑跑路 这个时候就是正确的一个思路 像这种盘面 如果你昨天再追高 本身它就面临了高位的压力 对不对 这个位置有压力 一追 追错了 不就 站岗了吗 大家觉得是不是 这是 今天整个板块的一个情况 其实表现的一般 还算是弱 还是算弱中偏强 整体来看 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一个跳水动作 后排的话 跌的比较多的是 数据安全 国家大基金 医疗服务 说真的 这些跌幅度的一个点左右 也是无厘头 对吧 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跌主方向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涨的时候 这些板块都在轮动 今天没有明显的主线 跌的时候 也没有明显的杀跌对象 说说这个市场 就出现了一个大涨后的震荡 对不对 昨天的情况也正好印证这个说法 大涨后 不可能持续连续大涨 在这里震荡一下 是最好的 因为昨天上涨的话 在这个位置 房地产 银行 证券 包括白酒 中指头 还有国企改革 这些权重板块都在拉 所以造成昨天的大涨 但是 昨天都用了力 今天想再次发爆发的话 就有难度了 所以在震荡的话 是最好的一个策略 这个时候 该怎么办 加仓 还是减仓 对吧 对于昨天大涨的这些板块 比如说房地产 朋友们 后排跟风的 你要注意了 逢高出货为主 大家看一下 今天房地产其实给了你一个高位 对不对 早盘 开盘不高 你也这里冲个高点 给了大家一个冲高跑路的机会 就是说那些跟风上涨的 昨天跟风的 今天一个冲高 你就可以跑路吃肉跑了 和新的前排的 也给了你机会上车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 昨天跟大家重点讲过市场焦点 是在中国五一 中交地产 这几个方向 那像中国五一中交地产 这种 对不对 你 很难上去 因为他不给你机会了 对看一下 现在是五百了 不给你机会 那昨天我跟大家讲过 天保基建 这种就给了机会上车 对不对 他前期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什么 一额股系列 这个是地产里面核心 跟中交地产有一拼 对不对 你看他也是国企改革 大家看一下 他最近走是偏弱的 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个资金抢筹 变成了一个什么弱转强 这就是一个弱转强 朋友们 弱转强怎么办 弱转强一后 就有机会继续加速 继续涨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给了大家一个机会 昨天还有朋友问我 是吧 中交 我说中交地产 中国五一是核心 他 我说大概率不给机会 上不了 那哪些可以去潜伏 这种说得很清楚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机会 整个盘面来看 除了房地产表现 比较强势以外 那最强的还有一个 就是国企改革了 国企改革这个方向 说得很清楚 是这一轮的主线 所以大家从找地位 潜伏 高位的核心也可以去考虑 国企改革 大家看一下 目前整个板块 高度是中国科传 中国科传今天是开板 放了一下量 但是这个票的话 打造出了一个方 方的走势 赚钱效应 还有中国五一 宗教地产 紧随其后 紧随其后 还有像天宝基建 这种也开始起来了 当然 徐家会 这种是上海板块的核心票 也开始起来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这些 后排的 起来的这些人气票 就说像 中国科传这种 太高了 不敢去 不敢追 好 宗教地产 中国五一 这种 进不去 那么 最佳的选择 就是像天宝基建 这种的 对不对 像这种的话 就值得大家去博弈 还有就是徐家会 这种 其实也给了机会 上车的博弈 再来看一下券商 券商其实也是同样的套路 对吧 给了你一个低位 冲高回路的机会 其实昨天进场的朋友 今天冲高 你应该可以把握 这个高位 跑路的机会 因为这里 也是到了强压力位 对不对 如果你在昨天没进场的 今天一追高 那里明显的节奏作坊了 又是一个去接盘的动作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把握好 这个节奏和这个力度 券商的话 大家看一下 目前市场的核心 是在那里 国林和华西 昨天是华西最强 今天是国林最强 其实说不真的 这个券商就是一个轮动 就是一个轮动 所以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 不要轻易的去追 他没有核心 没有龙头 今天是这个拉 明天是那个拉 所以说操作起来 难度比较大 只适合前幅 不适合追高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这是上午 整个盘面板块的一个情况 综合来看 弱中偏强 所以大家没必要纠结 震荡 就是一个高低切换的时候 看一下个股 个股目前跌幅最大的是德邦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 终成股份跌停了 对整个中字头板块形成一个压制 昨天他冲高回落 今天就跌停了 其实中字头炒作当时是核心票之一 对不对 他与中国科传PK 但是他掉了 其实中国科传有两个比他好 什么意思 人家是属于什么 前面是属于换手板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人家前面是换手板 另外一个人家是新的一个票 前面没有暴炒过 他已经暴炒过很多次 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劣势 掉队了就会挨打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 像这种掉队的 已经失去地位的 那么该跑的还是要跑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除了这些票 其他票跌幅都不大 大家看一下后排的这些下跌的票 几乎都是在5个点以下 所以说整个盘面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大幅度的恐慌 那么大家也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怕 调整 就是大家高低切换 逢低一个参与的机会 就是说高位的房地产 那些虚弱流强 后排跟风的考虑跑 跑跑 把这个焦点放在前排的核心票上面 我刚才说的那些票 大家可以重视一下 留意一下 大家看一下前排 目前 整个盘面 比较最好的中国武艺 是吧 还有天保基建 中国科床 中教地产 学家会 这些都是板块核心 或者说是分支龙头 分支龙头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注 留意一下 去弱留强 当然 这里还有一些人说 这些板块长得太高了 我不敢追他怎么办 这个好办 前期跟大家说过重心 重视的 中药一药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中药是不是在调整 调整就是一个机会 对不对 每天杀爹给你机会 你就上车 去博弈 手中有票的正好低买高卖 做个踢 这不香吗 对不对 又避开了最高的风险 又赚到了差价 同时还有一个预期 要上涨 这种不就是好的机会吗 大家看一下中药的话 今天个股表现 只能说一般 扶持涨停的 昨天强势的特一 今天目前没有涨停 那他的走势很关键 如果他今天找出一个三连板的话 那毫无疑问 会带起更多的资金回流 那他技术发 技术上涨的话 会有更多的市场资金 关注过来 那我觉得中药一药 再起一波的可能性 就大大加强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对不对 还有就是医疗器械这块 也是一样的原理 这里很多朋友问 数字经济怎么办 其实数字经济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出现连续调整 昨天一个反弹 今天暂时杀 我觉得也是机会 什么机会 第一期潜伏的机会 对不对 这个位置走完了没有 没走完 现在你就潜伏 不要追高就对了 潜伏进去 等他拉高 冲高 那我们就可以吃肉和汤了 现在就找准位置 就是说找核心票 找人机票 找人的票 如果说调整到位的 调整已经比较充分的 那你就可以进去 对不对 后期的话 他一反弹 你就可以吃上肉 甚至吃上大肉 大家看一下 目前整个板块 表现最好的是谁 中国科传 其实中国科传之所以走出来 有多个因素 中枝头 国企改革 还有叠加数字经济 它是多肉门叠加 所以说这个票的话 打造了存 打造出了强势的赚钱效应 但是 整个 数字经济板块 今天表现是一般的 大家可以逢低关注 尤其是前期的一些人气 一些核心票 大家可以重视和留意 像拿签信息 容积软件 这种对不对 调整比较充分的 到位的 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低吸博影 后期一旦反弹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 一个什么反抽动作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